吉梅质疑足协,为何不罚登巴巴和吴金贵,为何莫雷诺逃过处罚?北京时间8月11日,吉林媒体新闻话报认为,因为与登巴巴的纠葛,亚太球员张力被中国禁赛6场,而神花咸锋逃过处罚,这有失公平,在亚太与神花的比赛中,登巴巴疑似遭到张力种族歧视,赛后闹得满城风雨,甚至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。 关于张力是否种族歧视,中国族协召开了听证会,张力最终因干扰比赛的名义被禁赛6场,登巴巴则逃过处罚,对于这个处罚,新闻话报非常不满,该报写道,这样的结果对于亚太来说有些难以接受,毕竟张力是球队主力候腰,而更加难以理解的是,族协处罚张力的理由,是干扰比赛正常秩序, 引起场面混乱,造成恶劣社会影响,并非闹得沸沸扬扬的种族歧视语言,该报指出,中国族协处罚张力,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,所以同样干扰比赛的深花主帅吴金贵也要被处罚, 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,利用媒体单方面发表,未经核实的内容,他不负责的评论,违反了中国族协纪律会会员相关规定,为何没受处罚,此外,新闻话报还表示,深花队长莫雷诺曾喊黑鬼,逃过了处罚, 2016年,深花球员莫雷诺用黑鬼,一词谩骂泰达球员阿迪涅,以触碰种族歧视红线,但未被处罚,中国族协纪委会为何没有对莫雷诺作出与张力,同样理由的处罚? 感谢观看